交通部赤资456.27亿元 展开了花东铁路双轨化工程 而光复道瑞穗将近19.7公里 那么其中瑞北铁路高架桥下自行车道系统 以及部分装置艺术品 台铁局日前和地方召开了协调会 相公所与地方也乐见于配合这一项重大的交通建设 而至于自行车道系统 地方则是期盼在铁路双轨化完工之后 能重新设置恢复热水箱铁马车道的观光旅游设施 超过20多年前因为瑞美运动公园整顿 而迁移到瑞北村铁路高架桥下的动物装置艺术品 不论是大象黑熊还是恐龙马棕熊等等的动物都微妙微笑 为铁路自行车道点缀可爱萌的风情 但随着花东铁路双轨化工程计划的进行 瑞北铁路高架桥下这些装置艺术品 全都得要移除一粒施工作业的进行 台铁局日前与社区地方公所召开了协调会 也达成初步共识 那有关于我们以前建制的公共设施 那比较老旧的那当然就是有些会拆除 那有一些像异象动物那些看起来很可爱的 我们当下讨论是说我们会找个地方来做一个先安置 那之后看我们再怎么样一个处理 移柴包括装置艺术品、铁马驿站等建物 以及铁路柵栏、自行车道等地景异象等等 至于限定的路牌、公告栏等等的设施 在不影响施工下施工单位也尽可能维持现状 另外瑞瑟乡铁道自行车道最具代表性的瑞北段 也将一并拆除未来是否重置 商工所表示又皆有相关计划的争取推动 因此未来也将积极争取铁道自行车道的重新建制 像我们瑞北驿站那一部分那是一期那 我印象中是一期那时候所建制的 那二期我们目前已经在 也刚好已经在那个上网 然后也要设置中了 目前施工的部分已经完成发包了 然后三期部分我们有在向花冬基金来做一个争取 未来也就是朝着我们瑞瑟乡的一个观光 然后有经费地方我们尽量向上面争取 来挹注来补足我们乡的茶园不足的部分 然后也大众一个比较美好的环境 然后也能够推广介绍我们瑞瑟乡 交通部赤资456.27亿元展开花冬铁路双轨化工程 光复到瑞瑟将近19.7公里 目前施工厂商大型机具也都率先进驻 瑞北铁路高架桥下去段动工师座 整体工程预计将会在116年10月底完工 届时有助提升花冬铁路运输效率 让旅客都能便利往返花冬 记者是预兰瑞瑞瑟采访报道